这部电影上映后令投资人一夜破产 但却是无数人心目中最好的武侠电影之一 影片上映于1993年 由红金宝导演接任武术指导 老牌影星狄龙大美女关芝林等一众实力派出演 总计投资高达1800万 然而却在上映9天后因为票房惨淡而仓促下降 投资人罗维的公司因此直接破产 而身受打击的他也在三年后予余而终 这就是讲述《大刀王5》与谭思同凄惨故事的一道情城 这个赤身裸体满背纹身的男人正是霍元甲的师父 近代最后一位大侠王正义 也是曾一刀连辰五名日寇的民族英雄 因他在石门排行老五又贯使一把重打百斤的大刀 因此世人尊称其为大刀王5 1895年甲武战败后 无能的满清政府向日本启和 各让台湾并撤走黑旗军 时任黑旗军大刀队队长的王5为抵抗日寇 亲率一众兄弟偷袭敌营 喝不进非供酒 大刀队虽然高手云击 但在日军洋枪火炮的攻击下 终究是强弱悬殊伤亡惨重 眼看大刀队子弟悉数战死 不愿独活的王5在炸毁日军军营后 依然选择纵马跳下悬崖 虽然他命不该绝 但从此心灰意冷做起了一名铁匠 此年后 谭嗣同带着侍女酒精图经子弟 他正是应康有为之妖前往京城主持变法 当时时逢乱世贼寇四起 俩人刚到小镇就遇到了一伙马贼 而这火人的目标正是当时的清军将领袁世凯 生性狡诈的袁世凯 让士兵混于难民中间一同进城 他自己更是先发制人出手 率先用弓箭射杀了两人 随后双方大战一触即放 但无辜的百姓却夹在中间死伤无数 谭嗣同见状愤而起身 带着酒精一同解救难民 另一边袁世凯武功高强一一敌众 一把长枪捂的是密不透风 寻常马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随后他更是抓住机会 一枪刺死了马贼头领 下在这时一辆马车受惊失控 静止撞向一旁的砖墙 眼看车上的妇孺危在旦夕 一道身影突然横空杀出斩断了马生 并用自己的身体拉停了马车 一旁的谭嗣同目睹了整个过程 更是一眼认出了男人背后的纹身 而这人正是隐居在此的大刀王武 于是谭嗣同便跟随他一起来到了铁江铺 他名义上是求刀 实则是和袁世凯一起邀他父亲共谋大事 可王武早已心灰意冷不愿再参与世俗纷争 谭兄你看这火炉已经没什么火了 士文又怎么能打出一把好刀呢 不够火 我一手再拆 令到他够 诶 谭兄 星星之火可以流远 眼见如此都不能打动王武 谭嗣同也只能就此作罢 可就在众人正要出城之时 王武却拦在了道路中间 天涯路远不如震翅其飞 好吗 谭兄 有您和元兄风雨同路 就算天涯 也不过咫尺 就这样王武与谭嗣同结成好友 三人一起来到了京城的城门之下 你说这道城门像什么 像一座里程碑 上面将记载我们三人未来的大事 像一座墓碑 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梦想跟生命 都埋葬在这里 出道京城的王武 在谭嗣同和康有为的资助下 成立了武馆强武学会 然而因为他声名不显 武馆的生意一直没有大的起色 反观同领新兵的袁世凯却是步步高声春风得意 谭嗣同作为维心派也受到皇帝重用 他呕心沥血编写人徐一书 决心靠此说服皇帝推行变法 王武被谭嗣同的精神所感召 唯独袁世凯却并不赞同 反而是提醒谭嗣同凡是中庸万事三思 赤眼 王武正在湖边散步 却突然被一阵秦生所吸引 可就在这时秦生却戛然而止 王武担心有意外发生 于是便飞身跳上了船 看船上之人并无大碍便转身就要离开 没想到却被船内之人拦了下来 谭琴女子见王武行事光明磊落 表示如果王武愿意 将专为他再奏一曲以表谢意 王武端坐船舱之外 却从秦生中听出无尽的哀思 一个忧思自己飘平无根身不由己 一个为人生志愿不得而坑坑惆怅 甘慨自己也如风中飘映 女子听出王武的惆怅 却惹得王武痛惜当今中华落得四分五裂 不料话音刚落忽然大雨倾盆而至 一身从力不从心的侍女手里接过船桨 冒着倾盆大雨忍不住感慨 我的心虽然伤过但没死过 这场雨冲得去仇私 但冲不去五爷的豪情壮志 就这样两个伤心之人不知不觉聊了一宿 等到第二天天亮两人这才驾船上岸 而岸边早已有大批人马等候于此 王武这才得知对方出身贵胄 竟然是当朝王爷义亲王的妃子颜惜 临别之际颜惜将一把红伞赠予王武 而王武一路目送颜惜离开 不料却被一旁的老者出言警告 不久之后 一亲王举办阎武大会 而王武也受邀前来观战 不料却又巧遇了神手奥白 他告诉王武 此战的胜者将会代表一亲王府 出战日本第一权道家版本 随着一亲王宣布比武开始 一个公子哥模样的小伙 率先跳上了擂台 正是花拳王不停的儿子不行 此人从小习武伸得起腹的真传 三两下便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不过他虽然武功了得 但这武品却不敢恭维 眼看对手已然抱拳认输 他却不讲武的依然重拳出击 直接将对手打落了一台吐血而亡 而他的老爹布婷也是一亲王的亲戚 正是要借此机会帮儿子立位 这时不停的另一弟子小川也想借死杨明 可不停岂能让他坏了儿子的好事 一把就掐住了他的妖子 掐在这时又有一个不怕死的上前挑战 他自然也不是小布的对手 不过短短数招就被踢飞出去 眼看小布又要下杀手 王武横空飞出救下了此人 被击退的小布自是不服 撑上前去就要与王武搏命 可却被王武单手以掌击飞 眼看儿子失了鬼 花拳王不停竟亲自登上了擂台 要从王武这里找回场子 两人一番交手之下 看似是势均力敌 实则王武却根本没出全力 基本上是指手不攻 可不停却步步紧逼不肯罢休 无奈王武只好使出一掌将其击腿 但他却并没有乘胜追击 反而是给对方留足了面子 而自知不敌的不停也只能作罢 带着儿子灰溜溜的离开 一心王询问到底谁输谁赢 一旁的凹白一语道破天机 赢的装没赢 出的装没输 进此一战王武声明大阵 慕名前来拜师学艺之人更是络绎不绝 其中就包括那个被花拳王放弃的弟子小川 从此强武学会日益壮大 乃至在民间都颇有威望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场风暴马上就要降临 与花拳王不停的一战让王武声明确起 但却也因此引起了一亲王的注意 他本想借着中日武术会的名义招揽王武 可王武抗日多年又岂会充当日本人的走狗 剑王武这般不识好歹 一亲王便动了杀心 他和袁世凯两人合谋定下奸计 一方面禁止他与日本高手比武 另一方面却又让版本前去无管挑衅 一旁的小川忍不住愤而出手 可这小日本虽然其貌不扬 但手底下的功夫却是不俗 王武一看便知徒弟们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便准备自己亲自动手 可这比武还没开始 一群官兵就冲了剑 版本剑撞当即收到路销 假装已经和王武比过了五 这自然一切都是他们早就定好的阴谋 袁世凯还假惺惺的上前关心 心知肚明的王武为了不连累徒弟 甘愿被他们押去了王府 另一边谭四同得知王武被抓的消息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王府 还带来了皇帝的圣旨 不料这反倒惹恼了一亲王 他当即便要派人杀掉王武 可不料此事却恰好被延西撞破 为了能救下王武 他假装被那两名派去行刑的侍卫挑戏 就在这时 袁世凯的手下陶安也及时赶到 陶安见状二话不说三拳两脚就解决了两人 可见这陶安也是个明白人 只是可惜跟错了主子 另一边谭四同哭动许久 却迟迟没有回应 救人心切的他当即拔刀 一刀便砍下了一个侍卫的头颅 大喊谁敢抗旨我就杀谁 直到这时 袁世凯才带着一亲王姗姗来迟 结果圣旨的一亲王直到可惜 表示他来晚了一步 王武已经被他所杀 这下击得谭四同失去了理智 竟然直接拔刀砍向一亲王 就在这关键时刻 王武突然破窗而出 来到了谭四同的面前 王武为谭四同的舍命相救大理 谢过 这下一亲王更加对两人恨之入骨 另一边 王武和谭四同刚回到吴馆 就发现有几名弟子不幸遇害 而下手之人时的 正是王府总教头 凹白的独门武功天爵手 谭四同明白保守派已然动手 于是打算即可发动变法 逼此系退位 而这场行动的关键所在 正是袁世凯 他们需要借助他的兵力 来镇压保守派的反护 王武担心 如果袁世凯不下注在皇上身上 而下在慈禧身上 将会如何 两人很快就找来了袁世凯 商议此事 而袁世凯也爽快地答应下来 可他才刚回到家 就一件挑起谭四同所著的人血 直接将书本搅了个稀巴烂 而这也说明了他最后的选择 很快 王武就从酒精口中得知了谭四同被抓的消息 他孤身一人潜入天牢 想救出谭四同 可却惊奇地发现 这里竟连一个守卫都没有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从他身后横空杀出 而此人正是这里唯一的狱卒 号称京城四大高手之一的于万山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一起 一时间刀剑碰撞之声 不绝于耳 于万山纵然是武功了得 但却也不是一心救人的王武对手 王武点到极止没有伤他性命 而于万山则更是痛快 先胜负一番 他转身就走 任凭王武前去救人 可不料谭四同却不愿就此离开 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唤醒更多的国人 随后他一写当墨 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句 第二天 谭四同被押服刑场 是女酒精带着他最爱吃的糖葫芦前来送行 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毯 只是味道伤心处 这一幕让在场之人 无不畏之动容 随着行刑之时已到 一把熟悉的大刀 横在谭四同身前 来人正是王武 就这样王武亲手 送了谭四同最后一场 之后他便过来找袁世凯报仇了 酒精带着小川等人也杀了不了 可袁世凯这边早有埋伏 敖白和不停也带着大批人马赶到 酒精健壮 当即一赶长枪杀向袁世凯 而王武却被一众人等缠住 另一边小川和曾经的师父 不停也打到了一起 可不停此时已然不是小川的对手 小川看在曾经的师徒情分上 放了他一马 但不料却被不停从背后出手偷袭 好在小徒弟 手持双刀及时赶到 将不停直接乱到砍死 而另一边 正和王武交战的敖白突然使出暗器 虽然成功被王武躲过 却不料正好扎中了身后的小川 王武趁此机会大刀一挥 直接将敖白拦腰斩成了两截 神兽敖白就此命负皇权 而无辜躺枪的小川也很快引吞西北 此时就只剩下了袁世凯一人 王武和袁世凯大战数百个回合 一路从屋外打到了屋内 没想到这原大头的武功竟也如此了得 和王武对战几乎是势军力敌 虽然被砍中了一刀 但他很快就在反击中刺伤了王武 随后更是被身反手一剑中伤了他 王武抬起一脚将他踹飞出去 而自己也被震得亮枪后退 不料这正如了袁世凯的意 他点燃了藏有炸咬的灵位 随后用力朝王武制出 而九经为了保护少爷的灵位 竟飞身突出将其接了过来 而他也因此被炸成了灰烬 王武含恨冲出要将袁世凯斩杀 但此时一亲王已经带着大队人马赶到 袁世凯趁机飞快地逃离 不甘心的王武扔出大刀追杀 却被一亲王扔出的长刀锁弹开 救下了袁世凯一条狗蜜 心知必死的王武在念出 谭思彤那首绝命时候 慷慨赴死 正所谓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作为一部三十年前的武侠片 此片却不同于以往的武侠题材 更多都是那些儿女情长快意恩仇 而是以武侠的形式去讲述 历史上的国仇家恨与民族大义 单单就从这一点上来讲 此片也不该因为票房惨淡 而被历史所遗忘